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金國良 沒有考訓也可以寫在白紙上啊 我都把題目打在黑板上了 你手抱胸坐在那邊 張基這你在幹嘛 你在弄什麼 你坐在上上是什麼我看 好 來這裡怎麼做 他在甲溶液的pH值等於5 注意看喔 甲溶液 他的pH值等於5 pH值等於5的話 那他的氫離子濃度是多少 10的 負5 是不是 那他說什麼 乙的濃度是 甲的 10倍 你看題目是不是這樣寫 4 有沒有看到題目 乙的濃度是甲的10倍 那甲現在濃度是多少 甲的濃度多少 10的負5m 所以乙的濃度是多少 10的負4m 10的負5m 這幾題都是 同學問的 次數很多的 再來 21 說說看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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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1 1 2 我幫你把一些比較難的題目都做完了 我讓你回家 比較輕鬆一點 哦 所以希望你回家好好認真的寫功課喔 有沒有聽到 有沒有聽到 有 有 哦 班上有一支 豹文 哪裡啊 哦 海豹 海豹 蛤? 你這什麼海豹? 你這笑他很胖的意思嗎? 喔喔喔喔喔喔 屁的豹都不夠 對啊 屁的豹 我們一起來看看 你看一下這張圖 甲跟乙,甲怎麼樣? 甲是不是完全解離? 是 甲是不是完全解離? 是 乙咧? 部分解離 所以甲是強酸還是弱酸? 強酸 乙咧? 弱酸 好,我們一起來選答案 就這樣就好了 都不用計算喔,注意看甲 或是看A 容易H鎮的濃度 輕離子的濃度 甲會不會等於乙? 甲應該怎麼樣? 大於乙,是不是? 為什麼? 因為它解離比較多顆 了不了解 了解 好,A撇掉 再來 那PH值呢? 輕離子的濃度甲比乙多的話 那PH值甲應該要怎麼樣? 小於乙,是不是? 就是 輕離子濃度越大 輕離子濃度越大 PH值的 數字越 小 好,所以B也可以騙掉了 C打工 HA強酸 HB弱酸 沒錯 好,強酸才是全解離 弱酸部分解離 豬 兩個容易都可以讓石尾柿子成什麼顏色? 紅色 紅色 好,紅色 帥隊舉手 自己寫隊舉手 好,手放下 來,提組第一題 坐一坐 提組第一題 坐一坐 谢谢观看 好,第一題選多少 為什麼?我們一起來看看第一題 注意看,全班一起看第一題 分泰是5號杯子 倒入10毫升的自然水 變成無色的容易 然後再倒入第一杯成紅色 為什麼?第一杯是誰? 氫氧化納 酸性鹼性?鹼性 所以它會讓分泰成紅色,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在倒入2號杯子裡面 鹼性的容力有幾滴? 酸性有幾滴? 那誰贏? 酸性,所以這些杯子是酸主導 所以被酸主導 那如果被酸主導的話 主導權如果再酸,分泰是不是成無色? 好,第一題選A,寫對的舉手 好,手放下,第二題開始選 好,第二題開始選 他說怎樣?全部混在一起,是不是? 他是不是說全部混在一起? 是 是喔,好,同學我們一起來看 12345全部混在一起的話 這一杯會被誰主導? 鹼 鹼 12345裡面,其中哪幾杯是鹼性? 133 是不是13? 那哪幾杯是酸性? 225 蛤? 哪有45 哪有45啊?45是指示劑耶 是不是只有2而已? 4 那你注意看喔 注意看喔 13是不是鹼性,總共幾滴? 總共幾滴? 4滴 4滴,酸性總共幾滴? 4滴 所以全部加在一起是酸性還是鹼性? 鹼性 鹼性 好,那指示劑有兩種 一種是十蕊,一種是分泰 請注意看 現在是鹼性 鹼性主導,對不對? 對 那我一杯是石蕊 一杯是分泰 石蕊的鹼性,成什麼顏色? 紫色 分泰的鹼性,成什麼色? 紫色 所以這個杯子裡面會變什麼顏色? 紅色加藍色,什麼顏色? 紫色 紫色,這種紫色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寫對的舉動? 沒多少人 原道寫對了 道哥非常的厲害 好 所以你們要請教他 雖然睡覺 上課就是怕著睡覺 可是考試一律都對 對不對? 睡眠學習法 什麼東西啊 好,把括號4拿出來 括號4拿出來 括號4的話 請你幫我算一下 那 括號4的話 我看一下 括號4的話 括號4的話 我看一下 嘿,你有沒有高級實體 好好笑喔 一樣的 來,括號4的話 來,括號4的話 麻煩你幫我做一下 14 對,14 對,14 我們等一下要做三題就好 14,16,17 你先做這三題 快點喔 14,16,17 你先做這三題 很 escol険 今天剛才被點了 會還要有這麼進步 來,謝謝 重心 拓鑼 拓鑼 十四十六十六 嘿 我會問齊薇哥喔 齊薇哥都知道 他還知道地板長什麼樣子 因為他摔倒 好 我們先看十四 我看你做對了沒喔 來 我們看十四題 欸 十四題我記得我已經有把它剪下來 縮圖看一下 哇 看得出來又鬼 喔 對 好 十四題 來 我們一起來瞧瞧 十四題怎麼做啊 這個 每一班都有問到喔 所以 現在直接教教你 好 十四題哪兩種酸在比較 是不是鹽酸跟醋酸 好 鹽酸是強酸還是弱酸 強酸會百分之百解離 有沒有問題 沒有 沒有 弱酸呢 很好 誰說部分解離的 非常好 好 一百分 一百分 老師等一下給你一個怪寶寶貼紙 不行 她是女生 不行 好 如果再答對一次 我就請卡卡親自教授 卡加布列島 親自教授 教完才可以回家 這是懲罰喔 這是懲罰喔 我就派我的手下的藝人卡卡 還有小薇 上次還有誰啊 抓路易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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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路易哥整個都沒來啊 抓路易哥整個都沒來啊 所以後來就吐路易 好 來 注意看這邊 濃度 是0.1 那這邊是不是完完全全會 產生0.1跟0.1 因為百分之百解離 有沒有問題 有 那這邊咧 這邊解離0.1的話 這邊會不會產生百分之一百的0.1跟0.1啊 不會 它會怎麼樣 它會小於0.1 有沒有問題 有 為什麼 因為它部分解離 可以嗎 可以 可以 可以喔 好 所以我們來看 那H振的濃度呢 H振的濃度 他說上面這個人叫做m 上面這個人H振的濃度叫做m 下面叫做n 所以誰比較大 是不是m大於n 因為n只有部分解離嘛 是不是 是 那如果m大於n的話 pH值會怎麼樣 pH值算是x跟y 是不是正好顛倒 是 真好顛倒 pH值的大小會跟氫離子的濃度正好顛倒 所以答案選誰 B 選對的舉手 好 非常好 手放下 哦 小卡協隊喔 好 非常好 好 16底 趕快看16 齁 6 各位要加油喔 知不知道 知道 知道 只有 有 好 讓我們看16底喔 4 5 6 2 5 5 6 好,注意看 他現在是不是問氫離子的濃度 A怎麼算? 氫離子的濃度A怎麼算? 3.65克的